《瘋狗編輯詩文集》 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瘋狗編輯詩文集》 《香港之死》 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瘋狗編輯詩文集》 《香港攬炒之食》 現在已經有驗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 或者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向遇欲購重促 第三節,大家不要怪 說得開心的頭 經常都忘記咀嚼 只剩下三節 這節說到尾 看看技術行員 可否把節數或咀嚼 要解釋它 我們講到這節 未講過科學實證之前 我們要介紹給大家 如果想接觸阿卡西的紀錄 或者阿卡西的圖書館 有甚麼方法呢 第一件事就是 它是圖書館 當然要拿到圖書證 圖書證在哪裏拿呢 很簡單 其中一件事是不用錢的 就是你媽媽做夢 你媽媽做夢 就去了那裏 第二件事就是 稍微深一點 就是冥想 或者是一些 提高意識的方法 那些我們講很多 所以我們不講 其中一件事就是Lucid Dream 我忘記中文是甚麼 我們有一節詳細講過 這些方法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透過一些 我們日常的意識 在一個很平凡 或者是一個很鈍的意識裏面 我們要把它變成 用另一個角度 或者是 把它變成另一種形態 那我們就有機會去接觸這件事 而事實上有些人 他發夢的時候 就有一些才華 有些才華 我自己都會有的 就是會想到一些東西 他平時是不可能想到的 即是很超現實的 文雪就是Darley 即是這位超現實主義的大師 他都說是在他的半夢半醒之間 去見到那些形象 即是他自己有一種方法 就是說 他經常搞到自己 就是睡與不睡之間 就譬如他欺著狀 時他就用一些方法 就搞到自己 就好像醒又知不醒 在這個階段裏面 他會見到很多 平時他很花心驚 都想不到的那些東西 他就把這些 記下這些東西 就放在他的畫上 另一個例子就是什麼呢 譬如是這個 披頭四的成員 寶羅麥卡尼 其中一個 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就是他寫這個 Yesterday 的時候 他是發夢的 他不是在醒來寫這首歌 就是他發夢的時候 聽到這首歌 他起身就彈這首歌出來 其實他不知道 創作的過程是怎樣的 這個究竟是我們 那些老的一些 隨機的活動 還是還是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把我們那個 意識的封鎖 我們把它解除了 就是我們直接去 接觸到這個圖書館 最著名的一件事 跟我們今天講的 阿卡西的紀錄 是相關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靠翁講的 那個集體前意識 這個是沒有實證的 你不會找到一件事 就是在我們人類裡面 有一個集體前意識的存在 但是你如果用這個 阿卡西的紀錄裡面 你就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有集體前意識 這件事 大家不需要一個 直接的傳承 就像剛才 紀錄一開始 就說 我們的細胞裡面 我們的DNA裡面 已經有這種 遠古的紀錄 但問題就是 你看不到將來 剛才我們所有說的 我們都看不到 不能夠預知將來 但是有些人發夢 就有這樣的能力 我不知道你認識的朋友 會不會 就是發夢之後 過了幾天 是做回發夢裡面的事情 那卡尹直也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他曾經在第一次大戰之前 他發過一個夢 就是整個歐洲血流成河 結果沒多久 就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好了 我們講到那麼多 觀眾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什麼科學的論證 去看看這件事 是有沒有可能 是有沒有可能 不是說這件事 對不對 近年 量子的物理學 就相當之 發展 相當之澎湃 如果你不是太熟識的話 你可以聽聽我們 這幾個月 講的那個科學生資 特別是量子電腦 已經發展到 差不多可以生產 可以用的一個階段 量子世界裡面 即是很微觀的世界裡面 有些什麼可以 作為這件事的基礎呢 其中一樣就是 量子的世界裡面 一個粒子 可以在不同 同時間 在不同的空間裡面 存在的 這個叫做Super Position 即是可以分身的 亦都有所謂 Cornal Tunneling 就是可以穿牆 你看到中間有一個 很密封的一個 一個 一個 的左隔 但你射一些光 進去 有些光 就可以穿過這個 這個牆 在另一邊出來 即不是全部 但是有少少 如果你在宏觀的世界 就是 前面有一幢牆 有一幢門 我走過很多次 我都會撞到頭 但是很多次之間 我有一次 可以穿過牆 出去 這就是量子世界 其中一個現象 第二 就是可以隔山打牛 就是 當兩個已經有了關係的粒子 它分開了很遠的時候 在宇宙一邊 如果我揭開這個粒子 它是紅色的話 在另一邊 就是另一個宇宙的另一邊 那顆粒子 就會變成白色 事前兩個沒有溝通 即是你開這邊 那邊就會這樣 這個是相對來的解釋 因為 資訊一定是不能快過光束 但是結果可以 基於這麼多的 實驗 實驗 已經確認了 在極微觀的世界裏 有些人就會問 在宇宙世界 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出現呢 在這個時候 就在幾十年前 就開始有些人 去想另外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 現在我們用電腦 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 有一個正常的電腦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 有另外一些電腦 就是用 譬如是 跨黑 不是 就是用這個量子 就是所謂的量子電腦 量子電腦到現在 其實已經開始接近 一個成熟的階段 因為已經有很多 好幾個實驗 突破性的實驗 已經做了 其中一個是 中國最近做的實驗 就是用來計算的 那你就會問 剛才我們講的 和我們今天講的 有什麼關係呢 其中一個欣賞是什麼呢 有人在幾十年前 提出一個意念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呢 是有平衡宇宙的 當一個量子 它處於一個 就是 不知的狀態 就是當你沒有觀察它之前 它可能是粒子 可能是 是波 就是一些波 但是當你看了它之後 它之後 它就會變成了一個粒子 而不是一個波 這個我們以前講的 商工實驗 都已經講過 你不需要太執著 究竟是什麼 總之你知道的 就是當我觀察它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粒子 但是其實它之前 它可能是一種波 一種波 其中一個人 他就說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其實是怎樣呢 原來呢 當我們每觀察一些粒子的時候 我們的世界就會分裂了兩個世界 一個世界裡面呢 它就在這個 就是在一個波 在一個波 一個世界裡面 它有一個粒子 那你又不需要太深究 就是剛才說 因為可能將來 我找陳志宏博學上來 就會講詳細科學的論文 而呢 其實我們每一做一個 一個觀察的時候 我們的小的宇宙就會平衡 就是會分成 會分開兩個世界 換言之呢 在另一個世界裡面 就有另一個梁錦翔 有另一個幾圖 它就在做另一些事情 是吧 它可能整個的命運 都是不像現在這樣 在另一個世界 可能就是現在那個 是沒有暗肺炎 在另一個世界裡面 另外一個宇宙裡面 是沒有暗肺炎之一 就是所有的人都死了 這個平衡 這個平衡 在幾十年前 就只不過是一個科學家 他提出了出來 而他最好的一件事 就不是他 他好像剛才我那樣 吹水 他是用數學論證 用數學論證 跟我們正統裡面 接受那種世界的 就是說 在這個觀察之後 那個粒子 那個基本粒子 是成為一個粒子 而不是一個波 是完全是沒有矛盾的 就是這個是成立的 在邏輯上 但是呢 是沒有實際的科學方法的論證 但是有另一個科學家 是現在還存在著的 即是現在還未死的 就叫David Deutsch 他就去想另一個問題 他就說 如果有一個量子電腦 在電腦裡面 那個計算的方法 我們是用一些粒子 而是他出現了一個量子的效應 就是舉個例子 譬如他在零和一之間 他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形態 那麼我們就可以利用 他的不同的形態 去把它變成一個電腦的 所謂Beat 而透過這些Beat 我們可以走去計算 他在想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真的想想想 一個量子電腦 但是他想論證一下 什麼呢 就是這些粒子 幫我們計算的時候 其實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平衡宇的粒子 跟我們計算的 換言之現在我們這個世界 譬如我在手台上 有一部電腦 我們要計算一條很深的數 這個電腦買得很忙 很忙地計算 因為它裡面的Beat 在處理中 但這個David Deutsch 這個數學家 他就說 為何量子電腦 會計算到那些 那麼難計算 用那麼快的數 會計算 比普通的電腦 計算得快 就不是他在這些筆 只是在這個世界計算 在另外一個宇宙裏 他幫忙計算這些數 所以量子電腦 就比我們現在的電腦這麼多 唯一可以解釋 就是有所謂平衡宇宙的概念 你明不明白 那意思是怎樣 就在另外一個世界裏 有很多個梁錦祥 很多個紀圖 幫忙計算那條數 集合那麼多人的力量 於是乎 就會很快地 給傳統電腦 計算到這條數 他就嘗試想這個方法 就是用這個構思量子電腦的方法 去論證有這個平衡宇宙的概念 平衡宇宙的概念 到現在我們沒有實證 但是 反而那個具體的成就 就做了這個量子電腦出來 但是跟最初想的平衡宇宙不同的地方 最初這個人去想平衡宇宙時 他有這麼多個宇宙之間 其實大家沒有關係 舉個例子 例如在另一個宇宙裏 梁錦祥已經死亡了 有另一個宇宙裏 梁錦祥是百多二百歲 但這幾個月之間 這幾個梁錦祥都沒有互相影響 但是如果去到David Deutsch 他想這個量子電腦的概念的時候 他就說其實大家有不同的世界是影響著的 但是最嚴重的是什麼 在量子世界裡面是沒有時間概念的 即是他 那個粒子是向前行就行 在時間上向前行就行 他回頭也是一樣的 換言之 在這個量子世界裡面 就等於差不多 好像亞卡式的空間 就是 他處於一個比我們現在 更加多的一個圍道裡面 用這個方法就開始解釋到 即是開始解釋到 用現代的量子物理裡面 就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有亞卡式圖書館 舉個例子 例如說 為什麼一個人的意念 他可以影響到一個 跟他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在不同 即是很遠距離的空間 是可以同一時間影響到他 這個傳統的說法就是 叫做心靈感應 但在量子世界裡面 其實是有這個效應 所以基本上到現在 就有一個 差不多叫做一個實證的理論 去支撐 這個 亞卡式圖書館 是不是就是這樣 我現在這樣聽到 我覺得 你剛才的舉例 就等同於我們看的那部電影 即是說那個 印度的天才數學家 他去到劍橋那裡 其實不是他的樣子玩死 其實不是他在計算數 在另外一個空間 有人幫他計算數 而在他夢裡面 告訴他 我們以前去談論 做一個題材的時候 講過 他在發夢的時候 有些他日頭想不到 計算不到的數 就是有個女神 幫他計算的 他不是發夢 他在神廟那裡 因為他自小 他都已經在神廟那裡大 他有很多時候 他最喜歡玩的數 就是他 列了一個數出來 列了一個數出來的時候 他就馬上得到答案 那個真實事件 就是他有這種能力 就有一個八落 找到他去做一些會計 這個是Gia Charly 他寫了一封信給他 不是 那是第二部 第一部 就是他身邊那個 叫做會計 然後就覺得他不要浪費他 做會計 於是 說他醫工才華 就是寄了去英國那裡 寫了一封信 找個學位 去到那裡 結果 他現在 因為他那些 剛剛之前 他又發了一部戲 那個紀念 他有幾條數 就出來了 是的 因為他在那個筆記簿裏 就做了很多 所謂的運算 其實不是叫計算 所以他們去到那個層面 他是看這個數字之間的關係 不是去做一些 譬如說 一加一是多少 他們實際上不是做這些事情 是看數字之間 那我去見譬如說 我的有幸 就在那個 Trinity 裏面 那個科學 是看過他的 真跡 是 那當然 就比較深一點 我們都 他自己是一個日本 兩父子的壓力 都是數學家 都是幫他 出了一本書 我做節目那次 講了一件事 那個兒子 因為他父親 就給他很大壓力 他就很不開心 覺得自己很沒用 結果 就是他轉為去研究這個 走來去編輯這位 印度數學家的筆記 是 但是這個數學家 拿回來的時候 大家聽回那次 其實都有碰到這個問題 而那個最精緒的那裡 就有一點兒 我的那個女兒研究的方向 有不同的 因為他那個 他那個數學的 拿到那個正確的答案 那樣東西就是 如果我們用的那個就是 就是文殊菩薩的 那個是文殊頂賭法 就是賭果為因 他最主要的 他要找個結果先 他什麼都不想的 不會有個步驟 不會有步驟 不會有步驟 因為步驟 步驟行事 那麼文殊頂賭法 那個就是 我要的是結果 就是你去找那個結果 那個有一個方式 那你說那個就很神奇 怎樣 怎樣 你沒有步驟 你怎樣做 那就是劍橋數學家 那些全部都 我一定要你 列清的步驟 你怎樣得到這個結果出來 如果沒有那個步驟 世人是不相信 總之你答案是對的 他已經幾千條是對的 現在那些人在破解他 但是他的能力 就是他找到那個是對的 這個就是因為 他自己有解釋的 這是一個直覺來的 不是 就是阿卡西紀錄來的 因為阿卡西紀錄那裡 其實跟我們那個天元素 都有點像 我們現在是不懂得 怎樣去找那個天元素 現在是日本仔 學了那些天元素 他就是 他說要 整個那個過程 他就是用那個行事 那個方式 他就是跳 好像蟲動一樣 我有個起因出來之後 我立刻穿了個洞 就去了結果 但是中間那個過程 裡面那裡 就是這個叫做 娑婆空間 我們逐世的社會 他們要的東西 但是阿卡西紀錄那個 他這樣說 還有其實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鐵板神數 都是這樣的 有人幫你計算的 但是你要愛 但是你想得的 那個答案 這個也等同 你用科學方法 研究聖經 做蜜主 耶和華 他說 他那個過程 他第一個工程 你記得他做什麼 你記得他第一個工程 是做什麼 他說這個世界 就有一些 那個名字 就叫做水 但是不是我們現在的水 在這裡 而他要做的第一個工程 是什麼 是光 要有光 那就有光了 光一說 結果立刻出來了 有光 做事那些是什麼 就是那些天使 後來變成墮落天使 但是這個不是阿卡西紀錄 最重要的就是 當你去研究 去學習阿卡西紀錄 那個過程裡面 就不是那個叫做 step by step 因為叫做受想行色裡面 這個受 你是一個叫做受 你連想 你都不要想 因為想 你會有一個叫做步驟 想完這個 point to point 量子電腦 就幫你去想 可以很急速想 然後有一個行動的方式 但是他現在說過 就是受想行色 這個在意識學裡面 有一個很… 你研究這幾樣東西 你可以畢生研究都可以 就是受那樣東西 他要的東西 還有如果你是有作用的 最關鍵是 當你得到那些 information 的時候 有沒有作用 對你來說 你說我得個知識而已 我發夢想知道我前世是什麼 突然原來我的前世是這樣的 然後你沒有作用 沒有去做東西 那也是沒有用的 對 也是沒有用的 你要做什麼才有用呢 這樣就去到菩薩的階段 那你要益一下世界才行 你要做一些對這個世界 有些正面作用的東西才行 我不出聲的了 因為波遜魔王都有這個能力 菩薩呢 就是菩薩會教你 你最好這樣做 就以果為因 即行法 以果為因 我們研究 整個路向就是阿加沙紀錄 是 後面這位人兄 就是剛才我說的David Deutsch 那你就不要期望 他可以說回阿加西那件事 因為他就是一個科學家 他亦都不相信有所謂這個心靈感應 但是他的確他提出了一個說法 就是 他是設想了 他是其中一個 設想量子電腦的科學家 他最 這個天經我講的一件事 就是剛才我說的 就是 量子電腦裡面那個運算 不僅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面 是很多個平衡宇宙裡面 同一個電腦 他都在幫忙 運算這個世界裡面的數 所以 那個運算過程才這麼快 好了 他現在不是一個論點 因為是一個叫比喻 不是 他真的作為一個 一個可以 他做了一個量子電腦出來 但是他剛才說的 是比喻 不是比喻 他真的相信這件事 那你要證明 第一 平衡宇宙你要證明 首先第二 平衡宇宙都是發展到 一個跟你可以互通的電腦 是的 又要證明 但是他是適合 他說的就是比喻 他就是說 你除了這個講話之外 你沒有辦法解釋到 為什麼量子電腦會這麼快 我們不會深入 因為最重要的事情 我待會會再說 就是什麼 他很傳奇 為什麼他在之前 其實他沒有做過一份工 他是靠什麼維生 就是寫書 以及做一些課題 但是由於他的成就太高 所以他在牛津教育裡面 他有一個教授的位置 他最出名的一件事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一件事 好像我家裡那麼亂 我日本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他就向我電視台要求 你不要搞亂我的東西 那電視台說 怎能做一件事 因為如果他不會搬走這些書 和檔案的話 是進不了家 事前進去他的家 之前拍照 搬好之後 走的時候 從他搬走 將混亂的情況 整齊的情況 還原回到混亂的情況之下 好了 最後一件事 因為我剩下一點時間 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事情 都不是最基本的 就是阿卡式的紀錄 是牽涉到什麼呢 就是在他們這班科學家裡 他們現在開始有一個想法 其實我們整個宇宙 或者我們整個 我們現在經歷著的人生 我們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都只不過是一個電腦 他在模擬著一個世界的一個假象 這個說法本身 不知道為什麼 近年都有一些名人 想嘗試去證明 其中一個就是Tesla的老闆 Elon Musk 還有一些有錢人 就是想證明 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這個世界 其實是一個幻覺 幻覺的意思就是 我們以為很多事情 譬如說 有人打我 其實我很痛 我是流血 甚至我死了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假的 只不過在一個電腦裡面 一個電腦發展到成熟的時候 它出現了一個意識 而這個意識就會模擬了很多人類的文明發展出來 到有一天這個電腦停止了這個想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世界就會完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看到的東西 都只不過是一個假象 這件事本身跟我們以前說過宗教信仰 有哪一個宗教信仰相同呢 就是印度教 其實這個世界是一個 這個應該是Shiva 我記得是嗎 是這個濕婆正在做夢 的一個現象 近來呢 當然我們都提過很多次這個例子 就是二世紀殺人網絡 就是 如果從他們這個想法 我這個世界本身 都只不過是一個matrix 其他人可能是一個 一個冰箱裏面 或者一個冷藏的設計裏面 是睡覺的 而我們現在只不過是一個 就是在睡覺裏面 我們產生 就是被電腦驅使 而我們發生一個夢的階段 而我們發生一個夢的階段 那幾圖 去到這裏 是不是近乎一個編劇家的設想來的 不是 我最近 因為這個疫情 我就是很想破解那個維摩結晶 維摩結晶的第一品 就已經講過 立國品 一個佛國的出現 是有些甚麼出來 而它簡單來說 就是它可以令到你會看到 你現在看到的東西 你認為真實 你摸到的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假的 不是假的 你可以穿越它 你可以凌駕它 無論是真是假 最重要是你掌握得到它 你不會讓它玩弄 是很清晰的 就可以解決到 這就是佛國帶來的最關鍵的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當你說發夢的時候 其實發夢就是 被一個夢裡面操控你的 你不能夠控制到一個夢 當然是在操控的 如果你所有東西都是假象的話 所有的悲歡離合 喜怒哀樂 其實都是幻覺 關鍵就是 這個最大的幻覺 就是情感的幻覺 會造成你很多困擾 很多困擾 它真正 它是甚麼為之真 甚麼為之假 其實在科學上 科學走的一個路 最重要是從實物界 物理界的東西 來做一個出發 就跟古代的 譬如 古代的那些人說 開始的時候 從甚麼都未有的時候 怎樣去變成 我們現在有的世界 這種感覺 這就是所謂的 客觀唯心論 不是 心都不存在 如果你是唯心的 那些東西已經困住了 這個就是 《靈嚴經》裡面說 你用七心論的東西 來拆開 這個世界 基本上是沒有心的東西 你說的那個心 唯心 心是一個字眼 這個很複雜 但如果你套進去 現在講 加西紀錄 以及講的量子 世界平衡宇宙 不是的 量子電腦 量子電腦的發展 他就是其實說了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給大家聽 就是人類製造機器 機器會控制到人類 但是 反過來 其實是機器創造了人類 不是的 因為 因為 就算上面 都是覺得 機器的能力 可以取代到人的能力 人的能力 人的能力 大過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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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可怕 就是 如果人和機器 夾他 人類很快會被取代 這個是 真的是 剛剛你的說法 是啊 所以 人在這個時刻 是要穿越的 是要升級去一個新的維度的時刻 你不要再執著一些 即是 舊時你擁有的那些東西 而那個是一種叫依賴 那個問題 因為 阿卡西紀錄 你去到最後那時候 其實他就是 講到一個東西出來 就是 阿卡西是一個女神的名字 有阿卡西女神的 就不是女神的 有阿卡西女神這個名字 是啊 它是屬於 這個梵天的一部份 如果你是用那個叫陰陽之分 它是屬於那個叫做有的那部份 就不是Maiya 即將Maiya變成了是有的那部份 所以他不是那些紀錄嗎 就是 你想去找 那時候 是有門徑 有方法可以找到 現在整個世界的紀錄 是全部沒有掉 不會忘記的 甚至是將來 沒有所謂的時間概念 後面那一段 已經看到了 就是他認真地 將這個人機二合一 就要將我們的腦 插進一些跟電腦 是 是 這個界面是接合的一些方法 事實上他今年這幾年開始做的了 是啊 他最重要的是 我們人的 我們的意識 如果放回 這個叫做 人的這個肉體的在體的話 是分分鐘 你被一個病毒出來 你可以玩到你不活動 但是如果你移植到另一個 一個在體的時候 你可能 你的意識 沒有掉的話 你的意識就可以去到一個叫做永恆 是啊 但是剛才如果那些說得對的話 那阿加西紀錄 到頭來其實都是一個幻覺 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整個宇宙都只不過是一部超級電腦 他在發夢的時候 這個紀錄都只不過是他發夢的其中一種現象 阿加西你說那個叫幻覺 他沒有說過 因為幻覺不是他那個系統 他那個系統就是information 他要把那個叫做有些訊息 如果你是在留戀這個梳婆空間的時候 梳婆世界的訊息 他就有盡力 你可以運用到那個訊息 但是你說幻覺那裡 如果你出了去梳婆空間 你有別的東西做的時候 你不需要這個梳婆空間裡面的information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這些就是幻覺 有一個叫先後之分 你這樣就會明白多些 整個梵天為何後來都會給佛陀那個醒悟 你立即開誤了 那這個是佛教講法 即是印度教不是這樣想 印度教沒有給佛教 你不要這樣說 因為他最重要的是 他說那幾個經歷 那幾個故事 即是梵天啊 有幾個那些 都有幾個印度的大臣 包括那個 即是那個 有很多個那些 那些菲陀教的那些長老 都是入了佛教的那個 就是佛陀講的那個叫醒悟 他不是叫高過梵天 但是呢 他就令到梵天 有些東西未解得開 那些東西就解開了 即是呢 就說 我的兒子 釋迦族的這個王子裏面 他走了一樣東西 是比他的長江後浪推前浪 是比他更加 去到一個這個叫大千世界的裏面 一個造物者 他都不是最盡頭最厲害 有時候他都會有執著 就是這樣解 這個就是基本上 在那個醒悟 你在印度教那裡 其實都會有個了解 但是印度教其實就是 你可以說 印度教他講 你活在當下 你要享受這個當下 你身在梳婆空間的那種生命體 你就是在生命那裡 所以沒有衝突 但是 你想不想去醒那部分 他就說 梵天到達到一個階段 他們都會醒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他醒了之後 他發現他是某個 大如來的兒子 就是這樣 他原來不是他 但是我對醒這個理解 不是這樣 對醒這個理解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 你比梵天厲害 我不知道 這個理解 我們現在都放下 所謂理解 都很清楚 是一個階段 有理 理就是理情 所以 那個就是 step by step 你會看到 有時候 其實阿卡西紀錄 最過癮的就是 當你認識的時候 他不是要你信不信 他告訴你 當你認識了裡面的道理 你可以玩一種遊戲 玩一種遊戲 就是 你今時今日 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些 和你有關係 之前的那些意識紀錄 嗯 那得到這些意識紀錄 你說有什麼大幫助 最大幫助 如果你 你相信這個世界 是有因果 有輪迴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人 輪迴因果法 拆解了這些 因緣 即是你是對自己的生命 找到那個 意義 劇人很難忍受到 就是 你解釋不到 為什麼有這麼多 不幸的事件 發生 但是如果你 有了這個因果的時候 你便可以解釋到 即是那樣東西 未必是對的 但是你 即是你會找到一個理由出來 有兩樣東西 最好去 進去研究阿卡西紀錄 其他你想說 拿聰明的那些東西 就未必阿卡西會這麼幫到你 因為聰明 不關這個事 這只是說 資訊是聲文學 有兩樣東西 你如果覺得自己是有的 你就最好 這個也是其中的一個法門 可以讓你學到的 第一 你覺不覺得自己很色情嗎 你覺不覺得 你覺不覺得 不覺得 不覺得那你不用學 我覺的 你覺得很色情 你學了 為什麼你會這麼色情 因為你前世 未必 前世 前世 第二樣東西 你會不會有暴力感 有 你有暴力感 那你也要去 聖與暴力 有很多人的本能原子 的慾望 有些人 就算你讀了很多詩 都會這樣 你也會某一刻 都會 都會 都會變成一個禽獸 有可能會 你有可能會 你有可能會 或者你是控制不到自己 你發覺自己是控制不到自己 那兩種東西 用理智 用戒 都可以一步一步解決這個問題 但你可以看阿加薩技能 找你這兩個源頭 那你說 我為什麼會這麼聰明 阿加薩技能 不用問 你這麼聰明 你又不用找阿加薩技能 你已經這麼聰明 如果你有很多事情 你覺得自己過不了那一關 不過這樣 我看回現在網上的情況 都是用來賺錢的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要自己衡量 其實那件事 是不是你真的需要的東西 譬如你對自己的前途 對自己的生命迷惘的時候 都有很多很理智的方法 去處理那個問題 始終牽涉到雙股 這個叫金錢的問題 對 但我想整個概念最好的地方 就是 因為有平衡宇宙 其實很多世界都有 同樣的人物出現 只是結果不同 你可以想像 以香港人這年紀以來 受那種痛苦 很不開心 你可以想像 在平衡宇宙裏 其實有另一個宇宙 香港人生活得很開心 那個世界 雖然我們接觸不到 但起碼我們知道 原來也有那個世界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